金正恩警告实施毁灭性打击 美韩对抗升温应对朝鲜挑衅 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1月10日 这里是台海时局观察 我是尹如 据新华社原营朝中社报道 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部宣布 当地时间5日上午90至11时 在西南海域进行海军实弹射击演习 总参谋部职责韩军在南朝鲜边境周边 进行大规模射击和机动训练 并声称这是朝鲜对韩国军方行动的自然反制 金正恩已经下令 若韩美与朝鲜发生军事对抗 将全力实施毁灭性打击 据报道朝鲜实施了200桌花海岸炮弹 引发韩国军方下令延平岛白领岛一带 居民疏散 朝鲜进行了海上实弹射击训练 使用了47门炮 发射192名炮弹 涵盖5个区域 单位影响白领岛与延平岛 延平岛是一个小而敏感的地区 仅距朝鲜12公里 而且曾多次爆发军事冲突 其中包括2010年的延平岛炮弹 朝鲜警告如果敌人以回应为借口挑衅 人民军将进行事无前例的强硬反制 韩国则谴责朝鲜此举为挑衅行为 将联合美军密切建政 据南北韩2018年签署的919军事协议 双方同意停止包括灰武装地带在内的 对峙地域军事敌对关系 禁止向反冲地区射炮 朝鲜此局是13个月以来的再次挑衅 韩国国防部强调 射击并未对平民或军事造成损失 炮弹都在海上北侧所入 炎平岛军民收到躲避令之后 已根据军防要求进入防空中避难 原定前往炎平岛的客人也暂停 韩国警告朝鲜应对危机护权者 并要求停止挑衅 这起事件发生在2024年元旦后 是一场地缘政治与军事博弈的新开端 显然朝鲜的行动与态度变得更为强硬 等同于向美国划出警告与挑战 并暗示已经做好捍卫自身权益的准备 以维护朝鲜的国家利益 韩国总统尹熙月1月1日 发表新年致辞表示 将在今年上半年完成构建升级版的 韩美延伸威慑 从人头封锁朝鲜的核导威胁 此外 美韩两军最近结束联合军演 显示朝韩已不再是同族关系 而是敌对关系 这次的炮击可能是朝鲜对这种局势变化的具体回应 朝鲜近年来大力发展炮兵部队 拥有庞大的火炮数量 包括大约12000门火箭炮 和大约2300门其他嫌好 这种实力使得朝鲜 在地区安全问题上已拥有一席之地 同时也是对抗美西制裁的筹码 与此同时 韩国相较于朝鲜的火炮数量 虽然远远不及 但也曾对其他地区提供过援助 据北韩劳动党机关报《劳动新闻》 2023年12月20日在头版刊文称 北韩同时拥有军事侦察卫星和洲际弹道灰弹 等同于拥有平息任何严重军事和战争危机的最强力量 《劳动新闻》也强调 火星18型洲际弹道灰弹ICBM 四射取得巨大成功 向全球展现了共和国的至尊权威和力量 朝鲜一直希望通过武力 引起美国的注意 以谋求谈判的机会 但由于美国对朝鲜的态度强硬 包括制裁和排除在全球贸易体系之外 朝鲜一直难以实现经济发展的愿望 朝鲜最近的军事行动 可能是在面对外部压力的同时 进一步寻求自身在半岛事务中的重新定位 2018年6月和2019年2月 美朝城举行两次特朗普与金正恩的会面 特朗普对朝鲜战域有加 认为其前景广大 至少不再谈论邪恶走心 当时全球普遍认为 美国有可能解除对朝鲜的制裁 半岛局势将迎来新的局面 而在这种预期下 朝鲜也才有了合作的念头 理论上 南韩认为如果朝鲜经济能够改善 就能与南韩融合 朝鲜就不需要不断发展大规模武器 然而到了2019年6月的第三次金特会 结果一无所获 特朗普似乎忘记了这个疫情 于是朝鲜持续展示武力 才导致朝韩关系持续紧张 朝鲜对此议题也曾一直感到困惑 因为在会谈中 特朗普提出解除制裁的前提 是朝鲜先全面契合 待安全检查通过后再解除制裁 但这条底线让朝鲜感到有些类似伊朗的例子 尤其是2015年签署的伊核协议 伊朗在2015年与国际六大强国 包括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及德国 签署正式名称为 联合全面行动方案的核子协议 藉由松绑对伊朗的制裁 换取伊朗限索其核子活动 在伊核协议中 伊朗承诺限制核活动 并接受国际观察 以换取解除制裁 但是2016年特朗普上任后 美国丹后面退出伊核协议 并采取对伊朗的强硬措施 这让伊朗感到失望 并导致协议的破裂 让伊朗陷入困境 而特朗普在朝鲜问题上的处理 也引起了内部争议 特朗普想要拉拢朝鲜 但面临着国内各方面的压力 民主党认为 不先要求朝鲜全面弃而 就解除制裁 是一种投降 最终特朗普在朝鲜问题上的处理 未能达成实质突破 而朝鲜则持续采取鼓励手段 去年7月底 朝鲜在首都平昂 举行韩战前站70周年纪念活动 邀请了中俄代表团参加 俄皇代表团由国防部长 邵伊古代队 提前两天于7月25日 抵达平昌进行访问 这种非常寻常的访问 即以表明 俄朝可能将展开重大军事合作 俄罗斯有可能从朝鲜购买军备 同时俄朝在政治经济和军事等方面合作 也可能进一步加深 以便为未来更激烈的地缘政治斗争 做准备 在邵伊古防问朝鲜期间 朝鲜特地为其安排了一个军事装备展览 金正恩亲自为其讲解 这表明俄罗斯确实有意购买朝鲜的武器 而朝鲜也积极希望向俄罗斯出售武器 总的来说 美国虽试图透过对朝鲜的军事施压 来阻止其向俄罗斯提供武器 但反而有可能成为朝鲜向俄罗斯提供武器的催化剂 而这次朝鲜进行了在西南海域的实弹射击训练 也再次凸显了朝鲜在地区内的影响力 势必为未来半岛地缘政治格局带来新的改变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